下面真的蠻陡的 你下面就要稍等一下,那邊有一個陷阱 摸打的陷阱 這個要 慢慢走,一個一個下,牆壁很滑 還好再下去 這個真的危險 對啊,他剛好一個 剛好一個V字形的峽谷啊 四周都很滑 陷阱在這邊 那邊有一條鋼鎖 幹嗎呢,恐怖,怎麼辦 那應該不是那個瘦甲嗎 我拿那個木頭 不用啦,你走這邊 我拿東西把它撲撲撲頂住 不用這樣 還是要往上走 往上走落差很大 你看,他那個第一石就在跟我們平行的高度 哇,那這怎麼過去 沒關係,走旁邊這裡 走旁邊這裡就好了 你要走那邊啊 可以下 可以下,但那個石洞可以下 但是你下去沒辦法 往下游啊 你看那邊有一池深潭 然後那個大石頭你過不去 他們就只能掉那幾隻 沒關係,我來走,走旁邊這邊 走旁邊這邊,不要給它踩到就好了 爬山喔 快到西邊了 這裡 可以 算第一次來嗎 算第二次來 但是 但是 沒釣過魚 如果要算釣魚的話 現在是第一次來 剛剛有跟在地的原住民聊天 他說這邊魚很多 你看 這裡都擦掉了 沒有陸基啊 所以這個繩子一定要 一定要拉穩再走 那後面有個斷崖 等一下要爬下去 這邊有個斷崖 上次還看過 不好過 一個樓梯 誒 誒 對 誒 誒 誒 他這樓梯應該架蠻穩固的 那個 對啊 繩子蠻 蠻那個的 綁蠻多繩子的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只不過 哦 下面真的蠻陡的 你下面就要稍等一下 那邊有個陷阱 摸打的陷阱 這個要 慢慢走一個一個下 那牆壁很滑 還好再下去 這個真的危險 對啊 他剛好一個 剛好一個V字型的峽谷啊 那 四周都很滑 手一定要拉住 不能 不能放 下樓梯也要拉好 一定要抓住繩子 至少有一手要抓住繩子 不然這個都很滑 下來抓那個繩子 對對對 好 等一下換我 爬下來了 那個 連剛剛那原住民都說 沒有看過人家來這邊釣魚的 只有他們 他們會有來釣而已 外地人沒有看過 我們是第一個 你看 都是這種這麼陡的路 而且還有 沿路還有陷阱 還有跟我們講的位置 所以都 我們都有小心 陷阱在這邊 那邊有一條鋼座 幹嗎 那種布怎麼辦 那應該不是那個瘦甲 我拿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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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啦 你走這邊 我拿東西把它撲撲撲 把它頂住 不用 還是要往 往上走 落差很大 你看 他那個 第一池就在跟我們平行的高度 哇 哇 那這怎麼過去 沒關係 走旁邊這裡 走旁邊這裡就好了 你要走那邊 可以下 那個石洞可以下 但是你下去沒辦法 往下游 你看那邊有一池生潭 然後那個大石頭你過不去 他們就只能釣那幾隻 等一下 我來走 走旁邊這邊 走旁邊這邊 不要給他踩到就好 踩那邊 然後握那個樹枝 對對對 然後再下來 在正下方 這個鎖盒是很恐怖耶 你是踩那個腳 那個 不行那邊太滑 這個踩這顆石頭 剛好 我直接踩到雨了 可以可以可以 下來嗎 因為那棵樹可以浮的 完全相信那根樹枝喔 他就說這邊沒有人來 對啊 都沒有路啊 對啊 不過還好 快到了 快到西邊了 不容易擠下來了 沒有路啦 這邊沒有路 難怪 難怪原住民說 沒看過人家來這邊釣魚 只有我們而已 我們發現這個秘密西地 因為這落差很大 所以我們要往下游 才會有一段比較平緩的 比較平緩的地方 要找路了啦 這邊都巨石嘛 所以我們要找 找路往下面 下面有一段會比較平啊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 這一直一直的也是可以啦 這邊 也是不錯 只不過移動不大方便 你看人那麼小 你就知道這個石頭 多巨額 這邊那邊沒辦法下去啊 他有個斷崖 他有個斷崖沒辦法下去 看看左邊這裡可不可以下 感覺是還 還可以 現在就是要下到那裡了 那裡就平的 我們這邊剛好最陡的 所以要看看山那邊有沒有路啊 但這裡沒有人來 應該沒有人開路 哇這裡太陡了 這裡大概四五層樓那麼深 可能走不下去了 這四五層樓走不下去 希望寄託在那裡啊 你們看有沒有路 一個吊友要在上面呢 我們兩個要繼續下去 這邊落差太大 整個都是斷崖 我們要找路下去 欸 要是走哪裡了 要不看他走過的痕跡 這邊就是洞 這邊就是洞 阿你走哪邊啊 阿你走哪邊啊 跨過來啊 喔 喔 這下面也是洞 從這邊跨 你那邊好走嗎 有斷崖嗎 沒有斷崖 沒有斷崖就好了 那我過去啊 這種地方 超原始的 還好有這一段比較好走 比較沒有樹 但根本就沒有路 追下去又是大石頭了 看看這邊還有沒有路 因為我們越後切的話越平緩 因為這裡還有一層樓 的落差 這邊還有一點落差 哇靠腰勒 下面好像還是 是 這一片是 欸 那裡是沙洲耶 這沙洲還是一整塊大圓盤啊 好像是一片沙洲耶 怎麼可能會有沙洲 後面這邊 又是斷崖 落洗 沒人走就是這樣 差大概一兩層樓的高度而已 旁邊這邊再試一下 這邊再試一下 現在剩下這個 這個洞 有看到魚嗎 感覺好像沒看到什麼魚 這個洞 最後一個洞了 不行就要往回走了 看起來這裡要走下去是可以 硬要走是可以 問題是說 下去下面也是一層一層的大落差 下面又是五層樓深 這個深度太深了不行 這種 已經爬十幾層樓下來了 這種不行啊 這樣太危險了 這如果沒有 完全準備 還要人家來開路才行 不然這個 釣這個魚太冒險了 我們可能要走回去了 回去 剛剛下來那裡了 考慮了一下 還是想辦法下去好了 釣這幾池 那幾池 不然我們走回去太遠了 而且這邊魚很多啊 我們從這邊都看得到魚 蠻大隻的在翻 在游 所以釣這一池就好了 不要走回去了 這邊的魚應該蠻笨的 沒有什麼人來的地方 那魚應該蠻笨的 差就差在不好走而已